关护杯B.戴维斯留校查看 台银洋将住宿问题无解 经过三场花莲关护杯预赛测试,台银洋将状况大致底定,四度反台找寻新东架的B.戴维斯,确定留校查看,至少会留到SBL新球季开打之后再来观察,亨利应该不会留任,不过台银洋将住宿问题却再次爆发, 目前仍然无解 台银总教练维晨明表示,目前除了积极找寻真正具备稳定进攻能力的小前锋外援,也会暂时先把B.戴维斯留到新球季开打,不过由于目前B.戴维斯处于观察期,台银并未保证会让他打满下个球季,随时有可能再次更换 B.戴维斯跟我远落,会利用接下来一个半月时间,好好加强自己的体能,手感与对抗能力,但他的侧应与经验,相信会替我们带来帮助 B.戴维晨明说,至于亨利的状况,比我们带去韩国疑讯的佩瑞还差,我们不太可能留他 毕竟台银找杨将比起其他六队还要麻烦,光是上公文的手续与过程,就要花更多时间,接在SBL即将迈入职业化的最后一个球季,台银还有无解的杨将住宿问题,毕竟相恋知道,怎么要求杨将去住在30年以上历史的台银老宿舍 相较于其他六队,大多找寻可以长期住宿的饭店或商务型公寓,整层公寓,台银却只能让杨将住或救宿舍,怎么吸引杨将愿意留下,也跟即将上路的职业化目标相互抵触,就连杨将的基本住宿权利都不重视了,怎可叫做职业球队 甚至台银还有训练球馆场地尺寸不合标准的无奈问题,看来他们想要真正的职业化,还有相当漫长的重建之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设订阅 转发 уск Shh Comment da把家伙 up标准转 trabal infvineる ti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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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y move ways to thoughts to hot Para Chao